原标题大学生修鞋将为同学衣物修鞋200余双 楚天都市报10月19日消息 学长过两天就要打篮球赛了 你能再帮我修一下球鞋吗 10月18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将汉局608宿舍门前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该校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张奇浩拎着一双球鞋向学长陈泽伟求助 接过球鞋陈泽伟二话没说就立刻拿出修鞋工具 打开台灯开工 两个多小时后球鞋重获新生 陈泽伟是该校2017级工程造价专上本班的学生 从2015年开始他就义务帮同学修鞋 目前已义务修鞋200余双 陈泽伟是实验丹江口人 家境优越因为鞋爱打篮球 修鞋时常磨损最开始是送到附近的修鞋店修理 但是送修的效果并不理想 我便在店中观摩店员如何修鞋 然后从网上买来工具试着自己修 陈泽伟说尽管家庭富裕 但陈泽伟从小就体贴父母 尤其是看到父亲为家庭在外奔波 十分心疼 因此他平时一直非常节俭 及少向父母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 一双好好的球鞋 仅因为鞋底磨损就要丢弃 陈泽伟觉得十分可惜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技术专研出来 经历了无数次的修与拆 四个月后陈泽伟终于摸索出修补鞋底的奥秘 掌握了修鞋核心技能 后作为该校建筑工程学院篮球队队长的陈泽伟 会刻意观察队员们鞋子的损坏情况 一旦发现队员的球鞋有损坏 热心成的他便会主动提出帮忙修鞋 久而久之陈泽伟义务修鞋的消息不进而走 来找他修鞋的同学也越来越多 学长修鞋的手艺非常好 穿他修过的鞋我打球从未滑倒过 有时候鞋面比较脏 学长还会帮我清洗一下 张启浩连声夸赞陈泽伟 鞋底严重磨损是球鞋最常见的问题 每一双鞋子出场时是一样的 但因人而异 每一个部位损坏的程度却不相同 拿到鞋子后 陈泽伟会先观察损坏的情况 分析原因 在因地质疑 对症下药 因此经他维修后的鞋子都非常舒适 耐磨 陈泽伟说起修鞋来滔滔不绝 先要清理鞋底 再勾勒牛皮膜板 然后剪裁 清洁底料 最后打磨鞋底纹路 保证鞋盒均匀 为了将鞋底还原 就要把新鞋底的缝合面 进行数百次的磨合 制造缝合纹路 以便更好让鞋底与鞋体粘合 每修一双鞋 至少需要花两个小时 义务修鞋占据了 陈泽伟不少的业余时间 在修理的过程中 还因为粘合 措置频繁 手经常被粘住 刮伤 但陈泽伟却一直坚持 看到同学们穿着我修的鞋子打球 会特别有成就感 有时回到寝室 看到一张写着谢谢的纸 乔就会感到特别温暖 能帮助这妖多人 我感到很快乐 为同学省钱 陈泽伟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 花十元钱 成本就能收好三四双鞋 这鞋就像鸡乐 很多男生都会把这样的鞋子 放在警示门口 想丢又舍不得丢 陈泽伟看到后 总捡回来修不好 再还回去 陈泽伟的室友叶子兄说 现在同学们都跑来找他 学习补鞋技巧了 我们警示成了整栋楼 最热闹的地方 每逢开学 外地的同学 还会送些特产 过来表达感谢 能做陈泽伟的室友 是大学里最有福气的事了 本文原题为 大学生修协将为同学 义务修协两百余双 来源 楚天都市报 责任编辑诗经